第395章防备心 唐年心中不停地犯着小疙瘩 心绪也是非常的混乱 他的脑子里面一团乱麻 李不清刚才到底发生什么 转过头去 还依稀看到薛少爷依旧站在那里 像是被胶水粘在了原地似的 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 即便这样 他的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抖了抖 这个男人比他想象中的要可怕得多 唐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根本不敢和这个薛少爷进行任何的眼神直视 太可怕了 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突然下此毒手 无论如何他也想不清楚 因为在此之前 薛少爷对于他一向都是和往常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的痕迹可循 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过了好一会 薛少爷这才从牙缝之中吐出来了几个字 你还好吗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说出来这几个字的 说完以后 也不由地别过了唐年的目光 也不再继续看着他那张被自己弄得狼狈不堪的脸 他心中自然是非常清楚明了 这一次自己没有对他痛下杀手 接下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不仅仅是整个计划都失败了 而且灵儿从此以后 或许对自己也会有非常严重的防备心理 一时之间 他发觉自己好像什么也做不好 唐年也不回答自己 最终他只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 若是有人如此带他 想来他会比唐年的反应更加激烈 最后他却只是转头离开了灵儿的卧房 阿烈一直在门口候着他 带他出门 这才开口说出来了几个字 少爷 可是话未说完 薛少爷便抬起手来递给他了一个眼神 阿烈自然晓得 这是让他别再继续说话了 其实此时此刻 他心中到底有多么多的事情想要说出来 可眼下却也只对近声 待两人一直到了书房以后 薛少爷坐在了一旁 这才终于开口说出来了几个字 这一次是我不好 我会重新做一个完美的计划的 你不必担忧 虽然话是这样说 可是阿烈去还是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自然是非常相信自家主子的能力 可是错失了这样一次良机 及时想出后面的那些法子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实权实美 但毕竟这是自家主子的决定 他也不好过度干涉什么 只有轻轻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阿烈一切都听从了少爷的安排 虽然心中有非常多的话想要告知于他 但阿烈心中非常清楚 眼下这不是时候 唐年在原地撑着桌面 大口大口的 喘了好久以后 几乎都把一旁茶壶里面的水喝完了 这才发觉自己的嗓子终于好了一些 他的眼眸之中仍旧泛着丝丝的泪光 方才可是差一点就命丧黄泉了 心底出现了无尽的恐慌 他觉得这个薛家根本就不是人可以待的地方 原本以为这官宦家庭即使在贪污 在腐败和自己原先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应该差不多 虽然肯定会有勾心斗角 但也不至于像薛家这般 所有人来无影去无踪 冷冷清清 就像是一个废弃的鬼屋一般 这样也就罢了 里面的人看起来大多精神都不大正常 一想到方才薛少爷像是发了风势地捏着自己的脖子 越来越用力 越来越用力 他整个人都快要没了 不行不行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 唐年下意识地自言自语道 可自己耳畔听得的声音 却是难听至极 都是因为薛少爷 而且其中还有一股带着血腥的味道 他立马来到床前推推桑桑 把翠儿给摇了起来 翠儿醒来以后看起来才像真正的正常人一般 他抬起手来揉了揉自己朦朦的睡眼 见自己竟然在床上立马下了来 随后跪在了一旁说道 翠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了小姐的床 还请小姐责罚 可此刻的唐年哪有什么责罚别人的心情啊 他立马把翠儿扶起来 随后把自己的门窗关紧 牵着他的手 来到讲悄悄话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你可知方才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唐年这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 让翠儿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自然是不清楚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的 于是便微微地摇了摇头 唐年仔细想想 看来和自己所想的确实并无益处 翠儿肯定是经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精神打击 所以才会变成眼下这符模样 那你能给我说说你家薛少爷的事情吗 虽说不知为何 翠儿会在自己的面前展现方才的那幅样子 但他也不能因为这个把翠儿归为自己这边的人 所以只得小心翼翼地试探去问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眼神之中明显闪过了一丝恐慌 随后颤抖了一下肩膀 摇摇头回答道 不 不知道 殊不知此时此刻 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出卖了他心中真实的答案 看来这个翠儿对薛少爷也是非常害怕的 想来薛少爷肯定对翠儿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可当他脑海之中刚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 忽然又觉得不大对劲 若是真是如此的话 薛少爷为何还会把翠儿留到现在 而不是杀人灭口 只有死人才不会把秘密泄露出去 越想唐年便越发觉得不对劲 想来这件事情 肯定不能从薛少爷那里得知一二 只有从翠儿身边下手 唐年在脑海里面斟酌了片刻以后 最终还是决定把方才师告诉翠儿 你想救我吗 他故意用了这样一个问句来套翠儿的话 此话一出 翠儿的双眼瞬间睁大 以后抬起手来 死死捂住了唐年的嘴巴 双眸之中带着些许的恐慌 对着他狠狠地摇了摇头 他在四周望了望以后 这才再一次把自己的视线放在了唐年的身上 严肃且认真的说道 千万别让少爷给听见了 他的这幅反应 其实唐年心中早就已经想到了 不过这也让唐年的心中更加笃定 翠儿肯定不是薛少爷那边的人 第396章放下警惕 唐年深深的戏吸了一口气 见着翠儿眼眸之中的慌乱渐渐消失 以后这才小心翼翼地从牙缝之中吐出来了几个字 所以 可是话未说完 翠儿便一下子打断了他 别说他的语气不像平日里那般柔软无力 反而在此时此刻有些许的坚定 唐年虽然不知翠儿到底会为何 这样但是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照做了起来 过了片刻翠儿又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四周 确定所有门窗都已经紧闭了以后 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重新把石线放在了唐年的身上 你告诉我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是不是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了 翠儿此时此刻说话 全然不像他平日里的那一个状态 说实话 唐年确实有微微地愣住 因为此时此刻 他所见到的这个女人 和他前几日所相处的那个确认不同 前几日的翠儿明显非常恭敬 只要是他说一句儿就永远不会说二 可是眼下从他眼眸之中 似乎能看出些许与往日不一样的情绪 唐年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猜得如此准确 但细细想来他之所以能够知道一二 想来也是因为他对薛少爷有一定的了解 不然也不会自己还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似乎就心中已经明了 看来这一次或许这个翠儿真的能够帮到自己 想到这里唐年也不再继续 由于于是便把方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翠儿 当然他把自己的音量压得很低很低 尽量不让任何人听到 毕竟眼下薛少爷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他们心中都不清楚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一定得小心谨慎 翠儿听完了以后 整个人黯然失手 捏着唐年手腕的手也不由得微微用力 怎么了 唐年被他弄得有些疼了 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翠儿死死咬牙 眸光之中选着些许旁人看不懂的情绪 看起来非常难够的模样 唐年的心头不由地微微遗产 生怕翠儿会像方才那般又莫名其妙地 进入到发疯状态之中 于是眼眸严肃 对着他严认真地说道 你先别激动 好好理理 翠儿用背齿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一行刺的鲜血顺着嘴唇滑落在了雪白的床单之上 他却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似的 唐年看着他如此模样 心跳不由地变得越来越快 生怕他会出什么乱子 毕竟薛少爷现在是在府中 若是让薛少爷知晓了什么事情的话 他们两个肯定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你别激动 我还在的 无论如何我也在你的身边 唐年一字一顿 把这句话非常诚恳地说了出来 虽然他也觉得自己和翠儿似乎相处没多久 就貌貌然地说出这种话有些唐突 但是此时此刻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本以为自己的这些话没有用处 没想到翠儿却竖着耳朵仔细地把自己的这些话 给听入了耳朵里面 看着他的脸色变得缓和了起来 汤 您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方才一直高高悬挂在心间的那个巨石 也终于坠毁了心窝 薛少爷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你大可以同我想想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唐年尽力地安抚着他的心灵 果然这话确实是有用 唐年再一次叹了口气 想着自己在大学里面所学的那些心理课程 看来果真有用 翠儿微微低下了就有脑袋 望着那一串鲜红的血液 嘴里碎碎念着 我 我不知道 我不能 由于此时此刻 他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太小太小 唐年根本听不清楚 他正在说句什么 既然他已经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心理 也算得上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说明自己已经达到了第一步的成功 接下来就需要循序渐进地去诱导他 说出那些他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原先在课题里面 老师就曾提到过 许多同学对于这种都占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倒不如就让他再也别去想原先那些事情 这样一来 接下的日子里面也能好好过 可是有些人却觉得 若是不把原先的那个心结解开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也不一定能够好过 而唐年自然是第一种 我知道薛少爷一定对你做了什么不可言喻的事情 不过你不要害怕 无论如何我也会帮助你的 唐年微微地偏了偏脑袋直视着他的眸子 一字一顿认真严肃地说着 翠儿下意识地轻轻点了点头 方才那一股慌乱也渐渐消失 看起来平稳了许多 可是你无论如何也是斗不过他的 他实在是太恐怖了 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害怕的缘 故此时此刻他说话同谋都有些涣散 语气也变得有些吞吞吐吐 唐年实在是想象不到薛少爷到底对翠儿做了什么 才会让他如此的恐慌至极 你别怕 若是他真有那么过分的话 我一定会帮着你一起逃出这里的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眼眸之中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但是只持续了不到一秒 又再一次暗淡了下去 他微微地摇了摇头 满眸无奈地开口说道 不会的 无论如何我们也逃不出去了 唐年自然听得出来 此时此刻他说话的语气非常的笃定 但是若他一向都是那么相信别人的人 想来也不会出现在薛家了 你放心 我自有我的办法 从小我的鬼点子就多 而且我还知晓了一些你不知晓的东西 听到这话以后 翠儿的眼眸之中闪过了丝丝震惊 有些不敢相信此时此刻他说出来的这些话 在灵儿还没有来到薛家的时候 他便打听过灵儿的消息 街上的人都说灵儿不学无术 骄纵跋扈 可是眼下看来 此时此刻 太眼前的热任何传闻里面的根本就不一样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让他对接下来唐年想说的话 产生了一丝好奇心 你写说 第397章丑恶的面目 见着翠儿却终于放松了自己的警惕 唐年的心中自然是高兴得很 想来方才自己所做的那一系列的心理建设 也不是没有用的 我自是不愿意嫁给你们薛家老爷的 所以这几日便一直计划着想要偷偷逃出去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眼眸之中的震惊变得越来越浓 毕竟在他跟着灵儿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一直都觉得灵儿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怎么在乎 没想到他既然还有这一尘的心理 并且还去实施了调查 那时我写了书信 本想让朋友来到薛家剧 我出去在寻找性格的途中 路过书房 听到了他们似乎在低声说着什么 此话一出 翠儿的眼眸之中瞬间绽放 出乎了丝丝光亮 一下子把目光锁定在了唐年的身上 到底听到了什么 唐年虽然不知道为何他会如此激动 但是想来他能够有一点点的变化也是好的 我听见薛少爷和那个人 似乎在计划着什么事情 说是非常重要 而且不能够让小少爷知道 话音刚落 翠儿便偏着脑袋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唐年自然是没有结束自己的讲述 方才你与我在院子里时突然发疯 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余光撇到薛少爷回府 所以这才把你打晕 这 翠儿原本是想要说些什么的 可是刚从牙缝之中谱出来了一个字 接下来的话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 唐年自然也不会逼迫他 因为他知道有的事情不能着急 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很多事情还得循序渐进 正当我把你好事安顿下来以后 薛少爷就突然来到了我的卧房之中 随后便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 想要让我一命呜呼 话音刚落 翠儿的眼眸便不由自主地微微睁大 细细一看 剑铃儿的脖梗上确实有一道心红的痕迹 他有些抱歉的抬手 抚摸着那一道刺目的痕迹 观星问道 怎么样 还疼吗 说不疼那是假的 唐年苦笑了一下 耸了耸肩开口说道 肯定疼 特别是他一直死死掐住我脖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快去世了 顿了顿 这才再次开口说道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就当我快要歇气时 他又突然松开了我的脖梗 我一下子站不稳 磕在了旁边的木桌上 额头流血起了个包 翠儿此刻的眼眸之中 情绪全然不同 凭日那温温柔柔 恭恭敬敬的模样 他的眼眸之中 绽放出了一丝愤怒的怒火 死死握拳 我就知道 无论过了多少年 他还是改变不了 他原本的那个丑恶的面目 他一字一顿说话说得铿锵有力 语气之中满是愤恨 唐年不禁高高地皱起了自己的眉头 开口问道 原本的面目 他原先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本以为所有的事情会顺着这一切 让他知晓所有的东西 没想到说到这里时 翠儿又不由地开始犹豫了起来 唐年倒也不逼迫他 只是这样静静地厚在一旁 等待着他开口说话 过了好一会以后 翠儿并没有说出原先的那些往事 而是转移话题 从牙缝之中图出来了几个字 眼下你伤得很深 我先替你包扎吧 唐年仔细想想 确实不能耽误了包扎的时间 随后轻轻点头 跟着他一同从床榻直上下来 坐到了一旁的木椅上 翠儿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他的伤口 开口说道 幸好他没有使用内力 不然的话 眼下你可能得在床上躺好久了 唐年只得尴尬地笑了笑 他又不是习武之人 自然不清楚有内力和美丽 只是觉得此时此刻 自己比死了还痛苦 不过翠儿的动作放得非常轻柔 小心翼翼地用酒精 给他擦拭着伤口 疼吗 一边放清了自己的动作擦着 一边还关心地问了一句 唐年自然是疼的 但是最终还是强忍住了痛苦 摇了摇头回答的 没事 没事 还好还好 谁知当翠儿看着他 死死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强撑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后 却不由地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若是真把我当自己人 就不必在我面前多加掩饰 我自然是知道你疼得很 唐年尴尬的面颊之上的 不禁微微泛起了一抹通红 还未等他开口说些什么话 来缓解眼下尴尬的气氛 翠儿又再一次开口说道 不过有一说一 你和我家大小姐的性格 可还真是像 原先我同他擦药时 他也是这般 说着说着 唐年便听出来 翠儿的语气有些哽咽 微微低头 便见他的眼眸 似乎都微微地被认识 你还好吗 唐年在心里盘旋了片刻 最终却只能说出来这一句话 翠儿吸着吸自己鼻子 轻声开口说道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 若是换作旁人 他用这个理由打发的话 会去旁人还会信 可是眼前的人可是唐年 很多事情 都瞒不了唐年的这一双法眼 好了 如果你也不把我当外人的话 这些话都是可以同我讲讲的 若是一个人把这么多年的事情 全都憋在心里 指不定有多么难过呢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原本一直笼罩着乌云的头上 似乎都变得开朗了一些 你和他还真是像 唐年见着翠儿一步一步地 打开了自己的心房 决定渐渐说出 原先的那些往事 是心中自然是高兴得很 不过此时此刻 他心中也是非常清楚 无论如何也得循序渐进 千万不能因为看到了一点点的结果 就加快自己的速度 那你的大小姐 肯定也和我一样漂亮可爱 唐年尽力地缓和着眼下 这个悲伤的气氛 果然此话一出 当真有用 翠儿的嘴角终于勾起了 一抹缓缓的弧度 那当然了 我的大小姐 可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女子 虽然她在时时 我常常不承认这一点 话必 她眼眸中的阴霾 又变得多了一些 第三百九十八章 惨无人寰 好啊好了 我刚才才说了 有什么事情 千万别一个人自己憋着 唐年抬起手来 揉了揉翠儿揉顺的头发 温柔地说着 翠儿一边给他包扎着伤口 一边偏着脑袋 似乎在细细想着什么事情 见着他沉思起来 唐年倒也不继续说什么 去引导他说出这些了 如果他愿意 那自己自然会悉心倾听 可若是他如论如何 也不愿意说出过往的那些事情的话 唐年也不打算继续逼迫 把原先的那些痛苦再一次揭开 在旁人面前 唐年自然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痛苦 可若是说出来了 或许还会好受一些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想 或许是因为翠儿把自己动作非常缓慢轻柔的缘故 所以包扎完了以后 一抹黄昏的余灰照射在了他们的身上 翠儿把桌上那些东西收拾完全以后 转过头去对着他说道 小姐 你这么久未吃饭 想来也饿了 我去为你做些吃事吧 唐年原本想要把他留下来 可是谁知刚抬了抬手 肚子便不争气地发出了咕咕咕的叫声 他一脸尴尬地把自己的手给放了下来 翠儿眼眸勾笑 对着他温柔说道 小姐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辣的 几乎是下意识地 便回答了翠儿所说的话 在自己反应过来以后 翠儿已经离开了他的卧房 朝着外面的厨房走去了 看着翠儿那身形瘦肉的背影 唐年不由地再一次遐想纷纷 也不知道他这么小的年纪 到底在薛府遭受到了什么惨无人寰的待遇 才会变成如今这幅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不过幸好他有幸能够遇到去 而无论是凭着私心 还是凭着其他的事情 他都想要让翠儿走出心结 就在他正细细看着翠儿的背影时 突然看见从那边的窗外 有一颗小狮子打了进来 语人的警惕心一下子提到了最高 最后把门窗紧闭 只留下了方才的那一扇窗户 果然当他朝着那扇窗户望去时 又看到了三个熟悉的人脸 你们怎么来了 他尽量把自己的声音放到最小 有些着急地问道 毕竟此时此刻薛少爷可是在薛府 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而且这一次顾灵 尹默和傅斯三个人还靠得这么近 顾灵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 安慰地说道 没事的 我们行事非常小心谨慎 不会有人发现的 尹默也接下了顾灵的话 继续开口说道 我们只不过是太过于担心你了 想看你身体到底怎么样 傅斯还会说话 顾灵眼眸便在一瞬睁大 看着唐年身上的那些显著的伤口 唐年下意识地想要遮掩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男人的眼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非常认真地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唐年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做出如何的回答 毕竟他和顾灵也算是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多多少少还是非常清楚他的性子的 若是把所有一切都告诉顾灵的话 也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想来是肯定不会让自己继续待在这里了 本想着旁边的尹默能够帮自己说说话 可是没想到尹默的脸色如果抵一般黑 简直比顾灵还有难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个畜生欺负你了 尹默的语气之中也加强带棒 眼眸之中绽放出了丝丝的怒火 三个男人的脸色都像是设事一般难看 每个人几乎那架势 就像是现在就找薛少爷去干一下 唐年刚张了张嘴 可最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在脑海里面盘旋了片刻 最终也指得从牙缝之中吐出了几个字 好了好了 你们别担心我 我没事的 三个男人怎么会看不出来 这是唐年想要糊弄他们 所以才说出来的话 想到这里以后 他们脸上的怒气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还变得越来越浓 若是在这里 你会一直受到他们的欺负 那我们便找个时间把你带走 顾灵此话一出 唐年心中便瞬间明了 你方才想的确实没错 顾灵确实是能够做得出来 这种事情的人 他随后把求救的目光 放在了尹默和傅斯的身上 可是尹默的态度也十分坚决 对着他严肃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若是如此 我们定会找个时机带你离开 唐年简直有些欲哭无泪了 好不容易进展到这样的地步 他可不想放弃 这个能够挖掘出薛家背后大秘密的机会 没事的 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而且你们忘了 我还有方哥姐姐给我特制的毒药呢 虽然话是这样说 可是唐年的身形本就瘦弱 若真的遇上了什么事情 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很好的应对 现在方才他就没来得及 把方哥姐姐给他的毒药拿出来 不然的话 薛少爷就已经死在了他手里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没用 隐摸一语击中 唐年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但他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当唐年心中还在细细想着该如何搪塞面前的这三个男人时 好巧不巧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他像是如是重负一般立马 对着面前的三个男人说道 好了好了 有人要来了 你们先离开吧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说完之后 便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关上了窗户 随后这才站在原地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顿了几秒以后 这才上前一步 打开了那扇门 一阵菜香味扑鼻而来 唐年忍不住都快要流口水了 快快快 快快快 翠儿见着唐年这一副模样 嘴角的那抹笑意意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知道了 看你馋的那样子 虽然嘴上这样说着 可是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来到了窝房之中 把几道菜好好地摆在了木桌子上 唐年立马坐了下来 眼眸之中绽放出了丝丝光亮 第399章感情增进 随后便拿起筷子 随意地加了一口菜 塞进了嘴里 本以为是因为自己太饿了 所以才会觉得眼下的这些才像这么的浓郁 没想到当他吃进嘴里以后 这才发觉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做菜人的手艺实在是一绝 语人的眼眸在一瞬间等如同龄一般大 对着翠儿竖起了大拇指 不停地点着头 翠儿看着他这个副模样 也不由地跟着他轻轻点了点头 好了好了 小姐 你慢慢吃 千万别夜找 等唐年把嘴里的那一口吃下去了以后 这才开口 含糊不清地说出来了几个字 翠儿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翠儿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轻轻点了点头 怎么了吗 难道是不好吃 听闻此话 唐年立马如波浪鼓般猛地摇了摇头 随后开口说道 才不是呢 才不是呢 就是因为太好吃了 虽说这次的厨艺还是比不上他 但是在他心里也算的是他来到古代以后 吃到的最好吃的菜了 小姐喜欢就好 小姐喜欢就好 翠儿话音刚落 就见唐年抬起手来 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拍了拍 他有些不明觉厉地 微微皱了皱眉 开口问道 怎么了 小姐 唐年嘴里一边塞下了一大口美味的菜肴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站着干嘛 快快就下来捅我一起吃啊 翠儿听这话以后 在原地微微蒸了蒸 像是被浇水连在了那里似的一动不动 过了片刻 这才开口说道 小姐 翠儿只是奴婢不能同你一起上席用餐 唐年怎么可能会管那么多 他连连对着翠儿摇了摇头 还未等翠儿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腕便被唐年的五指给抓住 一下子用力让他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翠儿仍旧想要起身 一边挥着手一边开口说道 不行不行 可当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唐年却已经把碗筷摆在了他的面前 随后用这个筷子加了一筷子菜 塞进了他的嘴巴里面 好了 你就别拒绝了 以后可不准讲那么多规矩了 唐年笑咪咪地看着他的脸 又继续开始大快躲一了起来 见着翠儿的眼眸之中 仍旧有些许的犹豫 唐年之后才再一次开口说道 如果你真觉得这样不好的话 那以后我们在外人面前就一嘱咐关系 私下里就与姐妹关系相衬 听到这话以后 翠儿原本一直抵御的防线 这才终于有了一个小口子 他乖乖地拿起了筷子 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轻声道 好 方才他之所以听到唐年的话以后就愣在那里 不单单是因为唐年说出了这样的话 而是因为唐年方才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大小姐也曾经对他说过 他从来没有想到 这世间竟还会有人和大小姐这么的相想 无论是语言动作习惯 还是那颗善良的心 不知为何当他和唐年一边吃着饭 一边还不由地一直盯着唐年的那张脸 嘴角勾着的那一抹笑意从来没有变淡 反而变得越来越浓 唐年吃完了以后 把碗筷放在了桌上 转过头去 见翠儿的目光正一顺不顺地盯着自己 不由地心中轻轻一颤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唐年抬起手来摸了摸自己的脸 疑惑地问道 翠儿笑着摇了摇脑袋说道 小姐的脸还是像平日那般精致好看 并没有什么东西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也不由地对着他勾唇倾笑 那就好 那就好 随后便候在一旁等着翠儿缓缓吃饭 翠儿这才意识到 平日里面都是自己等小姐 今日疏然变成小姐等自己 一时之间还有些不习惯 他立马起身开始收拾起了碗筷 对着唐年说道 翠儿吃饱了 翠儿就先把这些碗筷收拾去厨房 等下再回到卧房陪伴小姐 唐年自然也不会为难他 轻轻地对着他点点头 小声说了一句 你记得小心 翠儿微微汗手 随后收拾起了碗筷 离开了厨房 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唐年这才一股脑地躺在了床上 望着天花板 细细回想着 今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本以为所有的一切 都会按照自己所预想的 那般正常的进行 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就说明这薛家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奇怪 唐年从小到大边有一个特点 越是难以发掘的事情 他便对此越有兴趣 相信这一次 他一定能够从中查到一些眉目 就在他回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过多久 翠儿已经从厨房之中回到了卧房里面来 小姐是要洗漱就寝了吗 翠儿见着唐年躺在床上 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唐年听此话 这才从床上一跃而起 他轻轻地摇头 来到翠儿的一旁 与他并肩而坐 你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从这里离开啊 他掀起皮来望着窗外 星光闪闪 语气之中带有些许的无奈 翠儿听到这话 眼皮也不由地微微搭拉了下去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以怎样地回答 去回答他 过了片刻 这才终于开口说道 小姐既然自有天相 一定能够成功度过这次苦难的 虽说原先唐年在顾灵他们面前 也是这样说着 可是他自己心里面最清楚这一切 只不过是安慰自己的那些小把戏罢了 唐年也不再继续说话 只是重重地叹一口气 微微地埋下了自己的脑袋 若是放在以前 他或许还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丝胜算 会调查到薛家的一些东西 可眼下随着所有的情况变得越来越艰难 他不由地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来了 而且这一切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扑手迷离 让他摸不着脑袋 我相信你的 小姐 就如同我当时相信大小姐一般 兴许是看懂了唐年眼眸中的无奈 翠儿抬起手来 放在了唐年白皙如雪的手腕上 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道 我 第四百章和你无关 唐年刚从牙缝之中吐出来了一个字 剩下的话 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 他苦下了一声 说实话 他自己都不怎么相信自己 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他呢 随后再一次深深地埋下自己的脑袋 一个字也不发 两个人就这样并肩而坐 没有一个人说话 整个卧房之中一片的寂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翠儿在心里面想了许久 许久犹豫了 片刻以后 这才终于眼眸坚定地望向了唐年 是不是大小姐的事情能够帮到你一些 唐年原本还在无尽的苦恼之中 全然没有想到 翠儿会在这样的时候 说出来这样一句话 他的眼眸之中 瞬间绽放出了一丝光亮 可是这一丝光亮 只不过维持了几秒 又渐渐暗淡了下去 是 可是 说到这里时 他不由地再一次闭上了嘴巴 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话了 这种痛苦的事情 方才翠儿就没有告知于他 想了现在也是不会告诉他的 若是可以的话 我也想住小姐一臂之力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的心头先是微微地颤了一颤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方才所听到的这些话 随后 这才把自己的视线 放在了翠儿的身上 同眸瞪得如同龄一般大 他并未说话 反倒是翠儿又再一次开口说的 上一次就是因为我的犹豫不堪 所以才让大小姐丢失了性命 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唐年很高兴他能够把原先的事情 全都告知于自己 语言先卸了翠儿那双手 温柔地对着他说道 谢谢你 可翠儿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回答道 这个只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和你无关 时间不等人 翠儿倒也不再卖什么关子 锁心电 把眼下那一些一五一十地开始讲述了起来 大家都知薛家有一个大儿子 名为薛小 孩子薛家有个二儿子 名为薛轩 唐年倒是不由自主地轻轻点头 这一切他原先都在影圣勃勃的书信之中看到过 可是鲜少有人知道 其实薛家还有一个大小姐 而这大小姐也就是我服侍了好十几年的小姐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的脸色不由地变得严肃了起来 因为此时此刻 翠儿的脸色也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 我一直都跟在大小姐的身旁 从五岁开始 她从小便比同龄人懂事听话 心地善良 从来不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的秀眉不由地再一次高高平起 因为她心中非常清楚地知道 薛家在很多人的心中名声都是不怎么好的 翠儿似乎是看懂了她的表情 随后便再一次开口解释道 我知道小姐你心里在想什么 确实薛老爷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那和我们的薛大小姐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唐年这才轻轻地点点头 想来也是 虽然薛老爷再怎么坏 他的后背也不一定每一个都像他那样为非作歹 无法无天 可是说的一切都因我而起 那一日我帮小姐去找他 不小心在院子里面丢了的那根钗子 不小心听到了 薛大少爷不是轻生的秘密 这话一出 唐年整个人也不由地震惊在了原地 同谋在一瞬间瞪得如同龄一般大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方才所听到的事实 这件事情怎么在隐慎勃勃的信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 当时我差一点点就被发现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得正在原地动不了腿 是大小姐突然窜出来救了我 然后就拉着我离开 唐年竖着耳朵仔细地听着他讲着 细细地分析着里面那些事情 那这样一来的话 到底是谁在谈论这件事情 你可曾知道 或者是听没听得出来他的声音 唐年忍不住开口 问出了他一直想要问的这个问题 可是翠儿却只是非常遗憾地摇了摇脑袋 回答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当时没有看见 那声音也听不出来 像是在故意伪装着他们自己原本的声音 这样的话 所有的事情又再一次陷入到了一个谜团之中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觉得是薛大少爷 怕薛大小姐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杀了他 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眼眸之中瞬间绽放 出了嘶嘶怒火 立马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如果不是他还能有谁 薛老爷一向都最疼爱我们小姐了 唐年原本想要插一句说些自己的想法 翠儿又再一次抢先一步开口说道 薛老爷害怕大小姐 因为薛家的原因受到别人的欺负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隐瞒着他的消息 所以大家才不知道薛家原来还有一个小姐 虽说翠儿的这些话其实说得通的 可是唐年最终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太对劲 你能够百分百确定当时讨论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薛大少爷吗 说完以后 他便把自己的视线放在了翠儿身上 观察着他的每一个神情变化 若是翠儿能够百分百确定的话 那唐年也能够确定杀害薛大小姐这个人 大概率就是薛大少爷 可若是翠儿不能确定的话 唐年一时之间也不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 所以这一切还需要更加充足的证据去作证 翠儿顿了片刻 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我当时确实不能够百分百地确定 可是话音刚落 他又再一次补充说道 但除了薛大少爷 还能有谁对我们小姐下次毒手 在唐年明显感受得出来 翠儿此时此刻又有些激动了 他抬起手来轻轻服了服错的几倍 想要让他的心绪变得平稳下来 然后这才再一次开口问到其中的细节 你可曾还记得薛大小姐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了这个世界 翠儿立马点点头 开口解释道 是一把莫名其妙来火 火 唐年忍不住再一次皱了皱自己的眉头 翠儿看起来非常的笃定 立马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就是火 第401章大小姐的死因 你能够具体地给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唐年已然把上一次她找到的纸末给搬了出来 摆在了木桌之上 你且细细说 我历历这件事情唐年非常严肃地说完了以后 翠儿便轻轻地点点头 那日我去了外面买小姐喜欢的核桃酥 所有的一切好事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可是没想到当我回到府中时发觉 单单只有小姐的那一间卧房被火烧掉了 唐年马上把她所说的这些话里面的重点地方给记在了纸上 在薛府里面 你还记得他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吗 翠儿偏着脑袋闭上眼睛 似乎在细细想着当年的这件事情 过了片刻 这才眼眸之中绽放出一丝光亮 立马开口说道 我记得薛老爷非常的愤怒 派人信息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却没查出什么眉目 薛大少爷和薛小少爷呢 唐年话音刚落 翠儿便立马开始说道 薛大少爷当时表现出来也是非常的震惊加愤怒 帮着薛老爷一起调查着这件事情 然后他狠狠地拍了拍桌 魔光里面闪过了一次阴暗 开口说道 看他就是什么哭耗子假慈悲假心假意罢了 唐年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总觉得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被他们所遗漏了的消息 薛老爷既然派人去查了这件事情 有没有查出来相关的证据 想来薛老爷的实力肯定也是在那 不然的话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么远 而且位高权重没有被人落下任何的证据 翠儿微微地低下了头 一脸都无奈 当时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查出来什么特别有用的消息 里面就连一具尸体也找不到 所有的东西全都烧成了灰烬 唐年就在一次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想来翠儿肯定是不会骗他的 毕竟这可是关乎他最亲爱的大小姐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着图纸上面方才所记录下来的信息 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刚才翠儿提到了 整个卧房都被烧得一干二净 连一具尸体也找不到 随后他便抬起头来望向了翠儿 开口问道 你们连一点骨头都没有找到吗 虽说不知道唐年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翠儿想了想还是给出了答案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答道 是的 我们一点骨头都没有 唐年立马拍桌而起 原来这里真的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漏洞 想来眼下是在古代 很多事情他们本来都不太清楚 而且在古代的人 一般都不会用火化来进行掩埋尸体 一般都是用土葬 肯定更加不清楚这其中的道理 可是唐年却非常的清楚 他好歹也是上过大学的人 你可曾知道 就算是把一个人硬生生地放在火里面烧 也不可能烧得连一点骨头都不剩了 翠儿自然是不晓得这些道理的 眼眸之中满是疑惑 不知道唐年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尸体在高温下并不能完全地燃烧掉 无论如何也是会剩下一些骨头的 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这件事情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唐年用最简单的方式给翠儿解释了一遍 翠儿听到这个话以后 仔细咀嚼了片刻 这才发觉原来其中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奥妙 你怎么知道的 本以为翠儿肯定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没想到他竟然问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时之间 都让唐年都有些傻了眼 他该如何去解答 翠儿问出的这一个问题 总不能说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回来的吧 仔细想片刻以后 这才终于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解决办法 原先听旁人说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大可以找一个人去试试看 听着唐年这样说 翠儿这才相信下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大小姐其实并没有离开 翠儿说完这话 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唐年对于这件事情 也抱有非常大的疑问态度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够确认 只是从你说的话里面 找到了一些遗漏的地方 可是在薛大小姐离开以后 薛大少爷的诡计 便十分的奇怪 翠儿还是坚信自己心中的 那的想法 觉得肯定是薛大少爷 害了薛大小姐 唐年听到他这话以后 又不由地再一次皱眉 开口问道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小姐离开以后 我就一直怀疑真正的凶手 就是薛大少爷 可奈何一直没有证据 所以便悄悄地在薛大少爷身旁 潜伏了一段时间 唐年一边竖着耳朵 仔细地听着他讲话 一边把重要的信息 写在了纸上 所以他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对劲 比如平日里面 他一向要做的事情 在薛大小姐死去以后 就再也不去做了 而且每每回家失走的路 也和平日里完全不同 唐年把这些写在了纸上以后 不禁拖着下巴 仔细地想了起来 其实这些 若是想用理由去解释的话 倒也想得出来理由 可是这偏偏是发生在 薛大小姐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 这就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了 你可曾还观察到一些别的事情 唐年觉得 单单是凭借着这些证据 还不能够证明什么 若是想要确定凶手的话 还得需要更加充足的证据才行 翠儿偏着脑袋 仔仔细细地想了起来 唐年就这样拖着自己的下巴 看着翠儿的那张脸 与此同时 也不由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细细地分析着这件事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去了 这才是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马拍桌而起 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唐立马把他重新扯了下来 让他坐在凳子上 对着他递了一个眼神 示意他说话小声一些 毕竟此时此刻 他们还在薛家 而且薛大少爷还在薛府之中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薛大少爷知道 他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第402章 肖香院 不知灵儿小姐 可曾听说过肖香院 翠儿此话一出 唐年便偏着脑袋 仔仔细细地想了起来 说实话 他也是才来的这个地方 自然对于周遭东西 都是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很多东西 他确确实实 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尹伯伯的书信里面 也从来没有交代过 所以他自然是不知道的 最终只得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题 方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 说到这里时 他属然闭上了嘴巴 因为一听到这个名字 他就联想到了一个地方 那便是古代的机缘 唐年的眉头不由地高高皱了起来 不知道接下来 翠儿到底要告诉他什么信息 翠儿见着他这副模样 心中瞬间明了 唐宁肯定是想歪了 于是连连抬起手来 挥了挥对着他说道 小姐 这一切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眉梢之上的疑惑 不禁变得越来越多 若这地方不是妓院的话 那会是什么地方呢 但仔细想想的话 其实和小姐你所说的 也差不到哪去 不过里面的女子 只卖一不卖身 从来不做为非作歹的事情 听了翠儿这一番解释以后 唐年的心中 也算是瞬间明了之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说白了 这不就是异计吗 那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要告诉我呀 看着翠儿的脸色 稍稍变得严肃起来 自己的神经 也不由地跟着认真起来 不禁如此 唐年这说话的声音 都放低许多许多 生怕让旁人知道 他们此时此刻 到底在说什么 而这肖香院是原先 我在小姐最爱去的地方 小姐根本不会觉得 里面的女子 到底怎么怎么样 觉得他们 只不过是为了生活 所以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 唐年听到这话以后 心头不由地 微微颤了一记 他实在没有想到 在古代 还有如此神明大义的女子 原先本以为 古代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就思想 对于这样的人 肯定不会有过多的恋爱 可他实在没有想到 翠儿的小姐 竟然会生出这样的想法 唐年都忍不住 轻轻地点点头 肯定了薛家大小姐的想法 随后开口小声地 附和了一句 确实是如此 人家也没有 做什么犯法的事情 只不过是为了生计而已 能有什么值得说的 翠儿见着唐年 和自家小姐的 思想一模一样 嘴角也不由地 轻轻勾起了一抹缓缓的弧度 岂不说你和咱家小姐 各个地方 可真是像极了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却只是眉眼轻勾 张了张嘴 最终却一个字也会说出来 毕竟他从来没有见过 薛家大小姐长什么模样 性格是如何的 单单凭翠儿嘴里所说的这些 倒也不能够成为判断的依据 接下来到底发生什么 你快讲重点 唐年的心都开始痒痒了起来 忍不住再次开口 问到面前的翠儿 翠儿这才把视线 重新放在了唐年的身上 随后注意力 转移到了这件重要的事情上面 继而开口说道 我在跟踪薛大少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犯线 在薛大小姐去世以后 他便常常去到肖香院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在一瞬陷入到了沉思的里面 看来这个薛大少爷 无论如何也是和薛大小姐有点关系的 不然的话怎么会如此凑巧 偏偏在薛大小姐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 他便去到了原先薛大小姐最爱去的地方 不过就在此时此刻 唐年的心中又再一次生起了一抹疑惑 你可曾确定在此之前 薛大少爷是从来都不会去肖香院的 听闻此话 翠的眼眸都不由得微微睁大 立马如捣蒜般点头 信誓旦旦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我能够以我的性命担保 原先的薛大少爷是绝对不会去这种地方的 顿了顿 他又再一次开口补充道 毕竟薛大少爷可算得上是薛家的脸面 无论是因为世俗的眼光 还是因为别的议论 他都不可能去到这种地方 唐年仔细地想了想 觉得翠所说的这些话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所认识的那个薛大少爷如此地自律 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密不透风 想来也是不会去这种地方的 这样一来 所有的证据又再一次指向了薛大少爷 小姐 我知道 你可能觉得薛大少爷不会做出这事情 可是这都是我观察了这么久的结论 翠说完以后 不由地再一次深深埋下自己的脑袋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眼眸之中泛出了些许的泪光 只不过是可惜了 我家大小姐天生善良聪慧 从未惹过别人 没想到竟然招来如此恨火 说完以后 她的鼻子再一次吸了吸 整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极致悲伤的气氛之中 她抬起手来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语气之中满是责怪 若不是因为当时我贸贸然听到了那句话 想来大小姐也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不是我的错 都是我害死了大小姐 唐年见着她再一次抬起自己的另外一只手 想要继续扇自己时 立马抬起手来阻拦住了她 好了好了 全我知道 你现在非常的责怪自己的事 眼下的小姐已经离开了 就算你怎样的责怪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用啊 这些道理 翠儿心中怎么会不明白 可是现在她处于一种极其悲伤和自责的情绪里面 根本就不能够消化唐年所说的这句话 她摇了摇头 一行青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在地 不是的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或许是因为太过于悲伤的缘故此时此刻 她连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 唐年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 这才终于听清楚她到底在说着什么 她抬起手来 轻轻地扶着翠儿的脊背 随后安慰地说道 没事的 无论如何我也会帮助你的 还有我在呢 可是翠儿却依旧没有停止不停地哭泣 好了 你不是说我像大小姐吗 第403章收获泼风 唐年冷不丁地突然说出来了这样一句话 翠儿下意识地微微掀起眼皮来看上了她那张脸 小姐 她嘴里轻声念叨了两个字 卷而长的睫毛上依旧扑朔着些许的泪珠 你若是愿意的话 大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大小姐 如果有什么事也可以倾诉于我 我会好好陪着你的 唐年一股脑把心中所想的这些话全部都说了出来 眼下翠儿的情绪像是崩了堤的堤坝 一般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唐年实在想不到别的什么有用的办法了 眼下能够让她的心绪变得安稳 似乎也只有这一个法子了 果然此话一出 翠儿当真停止了继续流泪 掀起眼皮来看向了唐年 抬手握住了她纤细的五指 小姐 你真的愿意如此吗 她一字一顿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 方才自己耳畔听到唐年的话 唐年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 对着她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当然 还未等唐年反应过来 翠儿便一下子拥上前去死死地 搂住了唐年的腰 我就知道小姐你对我最好了 见着她的情绪渐渐变得平稳 心情也逐渐高兴了起来 唐年心中自然也是高兴的 而她心中非常清楚明了地知道 此时此刻也不再适合进行刚才的话题了 好不容易把翠儿的情绪变得平稳起来 接下来夜色本就深了 该去好好睡觉了 她抬起手来揉了揉翠儿的脑袋 温柔说道 好了好了 别再难过了 眼下夜色已深 快回房睡觉吧 翠儿又与她相拥好一会儿 于是轻轻地点点头 这才终于从她的卧房之中离开了 等待着翠儿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了自己的视野之中 唐年之后才上前一步 把门给小心翠翠地合上了 无论怎么样 今天她所知道 这些东西也算得上是非常多了 今日算得上是收获颇丰 眼下她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脑海之中 把这些事情好好地理清楚 然后再趁着没有人 在她身旁写一封书信 把这些东西全都告诉顾灵他们 说干就干 她立马从床榻车上起来 走到了一旁的桌前 以最短的话语把今日所知的这些写在了纸上 想来我也不用去辛辛苦苦地找信鸽了 唐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一边把那信纸放在了木桶之中 毕竟顾灵和隐没他们都来到了这薛府的周围 她若是想要把信带给他们的话 倒也不至于像原先那么麻烦 不知为何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异痒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起身打开了那扇窗 谁知当她刚把那扇窗打开时 面前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吓得她差点叫出声来 在她快要叫出声的那一瞬间 顾灵骨节分明的五指 瞬间捂住了她那张樱桃小嘴 直到看清楚面前的人是顾灵以后 唐年高高悬挂着的那颗心 这才终于坠毁了心窝 她以极低音量说话道 你怎么来了 顾灵神色十分的严肃 小声回应道 你一个人在薛家实在是太过危险 我不放心 唐年此时此刻 心像是在如火灼烧一般 着急地要命 立马给她递了一个眼神 让她快快离开 眼下薛少爷可是在薛府之中 你别在这儿继续逗留了 快快走吧 可是顾灵却依旧不想离开 严肃地对着她摇了摇头 语气之中满是认真 今天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 要不然我就来到这薛府 顾灵这话还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唐年简直有些欲哭无泪了 她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事情 进展到了眼下在这个地步 她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离开薛府呢 而且在昨日 她就已经说得够清楚明了了 顾灵心中知晓 只要是唐年决定下来的事情 非常的难以去改变 见她既然不愿意跟自己离开 那眼下也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自己去到薛家 时时刻刻地护在她的周围 保护她 就在唐年心如火烧一般 催着顾灵离开时 耳畔突然听到了一阵 不急不缓的脚步 唐年一下子火烧眉头 立马关上了窗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睡在了床榻之上 果然当她刚盖好了被子 就见薛少爷从门外进了来 也不知道此时此刻 她来到底想要干什么 并眼下天色已黑 就在唐年的心跳开始加快时 便听到薛少爷开口说了一句话 起来吧 我知道你没睡 人家都已经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 唐年自然也不好继续伪装 只好尴尬地从床上起了来 来到了一旁坐在她的对面 薛少爷的事件 看似一直没有放在唐年的身上 可是实际上余光却一直盯着她 唐年多多少少也是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自然是懂得眼下的近况 而且薛少爷这个人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捉摸了 他必须得小心谨慎才好 两个人都会说话 一时之间 整个房间陷入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气氛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薛少爷这才终于博纯亲戚 从牙缝之中吐出来了几个字 听闻这话 唐年的心头不由地再一次微微颤了一记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方才所听到的事实 不仅如此 背后的汉毛也开始毛骨悚然了起来 他这问的到底是什么狗屎问题 虽说此时此刻唐年非常想要回对一句 今天明明是你那么用力地掐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疼吗 可是眼下他毕竟在人家的府中 他不得不踢头 只好轻轻地点点头 以极其温柔的声音说了一句 疼 他一直都在观察着薛少爷脸上的任何一个神情 可是从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与其这样说 倒不如说这个薛少爷整个人的脸色 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 难道这就是翠尔嘴里所说的假惺惺 待他们两个人一问一答 说完了这样一番话以后 整个屋子里面又再一次陷入到了一片寂静之中 第404章莫名的道歉 烛火方才在翠尔离开的时候就已经熄灭 点像唐年只有凭着淡淡的月光 看清薛少爷的那张脸 不知为何 从他的这张脸上 唐年总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 会不会是自己的第一直觉 虽然翠尔一直都在自己的面前说 这个薛大少爷有多么的恐怖 而且这薛大少爷今日还那样和对待自己 可他总觉得这个薛大少爷不是什么坏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薛大少爷这才淡淡的再一次吐出了几个字 今日的事是我唐突了 如有冒犯 还请姑娘能够原谅 一句话一气呵成 让唐年简直听傻了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自己一巴掌又给自己一颗糖 唐年简直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薛大少爷到底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了 想来想去 无论自己如何猜 也不一定能够猜得明白 还不如不直接去问呢 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问薛大少爷 唐年在心中盘旋了片刻 随后鼓起勇气 终于把心中的这句话给说了出来 你讲便是 薛大少爷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的起伏 淡淡地回应着 我想知道今日薛大少爷为何会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 唐年一边观察着他的脸色 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这个问题给提了出来 果然此话一出 方才脸色一直没有变化的薛大少爷 在此时此刻树然面色一沉 唐年的心不由地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他会再一次做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可是那陈寗的脸色只不过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秒 随后随即消失 今日之事我不便与你多多解释 眼下我本就是要道歉的 希望小姐能够接受我的道歉 其他的便不再多说 唐年听到他这话 心头又不仅开始遐想纷纷 但一时之间 的的确却没有想到以怎样的话来回答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谁知薛大少爷说完以后 在原地做了一分钟 便立马起身准备离开他的卧房 眼下夜色已晚 明日就是澄清的大好日子 你快先歇歇吧 说完以后 还未等唐年反应一二 他便直接推门而出 离开了他的卧房 只剩下唐年一个人愣在自己的卧房之中 像是被浇水粘在了原地似的一动不动 一时之间都不知做出如何的反应 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三天竟然来得如此的迅速 竟然这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 可是眼下他有许多东西都没有收集到资料 这下可怎么办才好 唐年一时之间变得有些焦头烂额 脑子里面一团乱麻 无论他如何去解也解不开 总不能真的和那个薛老爷成婚吧 越想唐年便越发觉的这件事情逐渐没有了后路 当他第二日睁开眼睛时 发觉一束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了他雪白的被子之上 这才反映过来自己昨夜到底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真是心大 今天都要嫁人了 昨天还睡得这么像 唐年自言自语 一边吐槽 一边从床上起了来 可是让他奇怪的是 根本没有任何的装束 或者是丫鬟来到卧房之中为他打扮舒适 难道在薛家成婚 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吗 想来想去总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就在他刚从床榻之上起来 走到了窗边时 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唐年有些无奈的耸耸肩 心中暗暗想到 自己马上就要和一个老头子成婚了 真是悲哀呀 推门而入的人是翠儿 他带着早膳来到了唐年的卧房之中 本以为来人是要给自己梳妆打扮的 没想到只不过是给自己送早餐罢了 唐年眉梢身上的疑惑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他轻声叫了一句 翠儿立马把饭菜放在了桌前 来到他的身旁皱眉问道 小姐 怎么了 今日不是我和薛老爷成亲的日子吗 怎么不会为我梳洗打扮呢 谁知当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脸色微微一沉 昨日讨论小姐的事情 讨论得太过于上心了 所以一时之间 没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灵儿 今日听到他说这话 这才想起来 期限好像确实是到了 翠儿的脸色 在一瞬变得如锅底一般黑 这让唐年更加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翠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同我讲讲 翠儿张了张嘴 可最终却一个字也未说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把这些东西 讲述给灵儿 而唐年看着他这浮玉岩幼稚的模样 心中也瞬间明了 肯定是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就在他正与张嘴扎嘴 继续问翠儿时 门外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姐 我是薛少爷派来保护你的侍卫 唐年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声音怎么会这么熟悉 就在他过头去时 果然看到了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容 此时此刻 顾灵一身侍卫的打扮站在他的门前 唐年镇的心快地跳个不停 等等等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顾灵到底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薛府守卫这么森严 而且薛大少爷一向也不喜欢 在府中多留人 他是以怎样的理由溜进来的 翠儿见着唐年望向现在的侍卫 愣在了原地 再一次抬手在他面前挥了挥 问道 小姐 你到底怎么了 直到此刻 唐年这才终于从自己的世界反应过来 嘴角强撑出来了一抹微笑 摇了摇头回答道 没 没事 翠儿扶着唐年来到了一旁的桌前坐下 唐年看似一直都看着桌上的那些糕点 可是余光却一直偏向顾灵的方向 不得不说 他的这一身装扮看起来还确实有点让人快立不开眼 顾灵恭恭敬敬地猴栽在门旁 余光在也是一直望着唐年的方向 小姐 今日我便祝你离开 就在唐年还在细细思虑 顾灵到底是以怎样的方法进来时 就听得翠儿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一下子神情恍惚 掀起眼皮来望向了翠儿 满眸疑惑 第405章 这也是我的人 翠儿随后坐在了一旁 眼眸严肃地望着他 刚张了张嘴看起来想要说话 可是余光瞟到一旁的侍卫 随后又闭上了嘴巴 唐年一眼便看出来 翠儿肯定是误会顾灵是薛少爷的人了 才会这般 唐年随后转过头去 对着顾灵递了一个眼神 顾灵微微点头 随后便朝着卧房走来 翠儿都快要搞不清楚 这两个人到底在做些什么 意识之间有些茫然 唐年这才凑近他耳边 小声地说了一句 别怕 这也是我的人 听到了这话以后 翠儿方才脸上的些许忧郁 这才渐渐消散开来 脸上荡漾起了些许的笑容 如此便好 如此便好 若是有人帮着他和灵儿小姐一起逃出去的话 胜算肯定会更加大一些 过灵一下子微微蹲下身来 抬起手来 仔细查看着唐年身上的那些伤口 满目担忧地问道 怎么样 还疼吗 唐年像是撒娇般地 长长地撇了撇自己的嘴巴 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疼啊疼 过灵见眉微条 一下子把女人揉进了自己的怀中 也不顾一旁的翠儿的眼光 翠儿见着他们如此模样 心中便瞬间知晓 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随后便轻轻地嘴角微扬 过了好一会 这才再一次开口说道 放心好了 我会让你们两个人终成眷属的 听到这话 画唐年的面颊之上 不禁染上了一抹飞红 也不知道翠儿怎么这么细心 谁又和他终成眷属了 唐年一下子推开了顾灵的怀抱 故意赌气地说道 翠儿却只是笑着 对他们继续开口说道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不过当他嘴角刚出现了一抹笑 没持续几秒 又再一次暗淡了下去 其实这件事情 从一开头以来都是一个套路 翠儿知道在这屋子里面 倒也没有外人 于是便直接把心中所想 给说了出来 听他说话以后 唐年的眉头高高地皱起 不知他所说这话到底是何意 顾灵也立马乖乖地坐在了一旁 听着翠儿讲述接下的事情 所以这一切都和我调查的一样 其实薛老爷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顾灵下意识地开口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此话一出 一旁的唐年瞬间争在了原地 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半 这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薛老爷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自己即将要嫁的人到底是谁 翠儿也不由得同谋争大 全然不知道顾灵竟然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他有些吞吞吐吐地开口说道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以为顾灵所知道的 只不过是一些小道消息罢了 但听着却这样一说 想来着实保真的消息了 唐年忍不住身子打了一个哆嗦 简直不敢想象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 我苦苦打探了许久 才打探到了这样的消息 所以这才想方设法都混进了薛府之中 翠儿脸色也变得十分的难看 轻轻地点了点头 赞同顾灵所说的那些话 是的 这位公子说的没错 薛老爷确实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唐年觉得自己的心脏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原来这一切通通都是个局 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细心地发现 怪不得什么薛府如此的冷冷清清 不仅如此 里面的人员鲜少 整个府中看起来都非常的阴森可怕 原来是因为薛老爷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唐年只觉得自己的后背汗毛都竖了起来 至于薛老爷他到底是怎样离开的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心里也不清楚 只知道这一次的婚礼 只不过是阴婚罢了 此话一出 唐年又再一次忍不住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 若是和活人进行勾心斗角的话 他或许还有胜算 可是怎么莫名其妙地就陷入到了这样一场阴婚之中 顾灵脸色严肃地重重点了点头 所以这就是为何我非要带你离开的原因 唐年也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这些事情来得太过于蹊跷 让他根本招架不住 而且所有的一切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有所发现的 可是他那时却没有发现 那我们眼下应该怎么办 唐年忍不住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据我所了解在今日夜里应该叫举行英婚仪式了 我们得在此之前离开这里 翠儿一下子拉住了唐年的手 非常严肃地对着他说道 可唐年一时之间却有些犹豫 顾灵也立马点了点头 附和了一句 是的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加快脚步 就当他拉着唐年的手准备起身时 谁知唐年却微微地摇了摇头 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唐年神色严肃地看向了顾灵 顾灵心中自然知道 他所指的这些任务到底是什么意思 倒是一旁的翠儿听到这话以后 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们 唐年和翠儿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 也知道翠儿不是什么坏人 于是便把自己的身份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翠儿一下子也遭受到了震撼 但跟着唐年的这些时日里 他确实所熟知的那个人 就是唐年而不是灵儿 无论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谁 他都觉得他不应该承受这样的事情 你们想要调查什么 我会把我所知道的通通告诉你们 你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翠儿说话时一字一顿 表情之中也满是严肃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唐年陷入到这样的沼泽里面 不行 很多东西你根本就不清楚 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出来 唐年非常认真地说了以后 又再一次掀起眼皮望向了顾灵 对着他十分认真地说道 你应该知晓 若我在此时此刻离开的话 那到时唐家肯定会受到牵连的 顾灵怎么会不知道 他这话所包含的意思 但是眼下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 唐家的事情又怎么能够做得好 不行 第406章阴婚 顾灵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便拒绝了他想留下来的想法 他怎么可能让唐年继续去做这样冒险的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危险 我相信你心中清楚得很 我不想让你拿这件事情去做任何的赌博 或许在很久很久之前那段时间里面 顾灵一直都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只会孤身一人 直到遇到了唐年 在和他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他这才发觉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火坑里面推 这一次无论如何 你也得听我们的 过灵的态度非常坚决 好像不能让人有一刻的反驳 可唐年心中却始终不想如此离开 只有一次 他虽然也算是得到了很多关于薛家的消息 但是真正应该做的还没有做到 他怎么能够轻易离开呢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你们若真为我好 就应该支持我的想法 唐年的神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知道顾灵态度坚决 可自己的态度也十分的坚决 顾灵原本以为在这样要紧的事情下面 唐年多多少少还是会为自己想一分的 可是他从未想过 失态都已经发展到如此境地了 唐年却依旧执迷不悟 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去劝阻他了 翠儿在一旁已经急得快要哭了 硬生生地拖着他的臂膀 非常认真地说道 小姐 你可能还记得昨夜你让我把你当做大小姐 唐年轻轻地点点头 这件事情他自然是记得的 几年前因为我 我再也见不到大小姐了 几年后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 再一次在我的面前发生 翠儿说得非常的诚恳 眼眸也悄然被认识 唐年的心底说没有触动 那是假的 可是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他还是有限 三个人就这样在卧房之中僵持了好久 都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唐年最终实在是耗不下去了 胎珠儿起 眼眸之中绽放出了些许怒火 好了就和我说得来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也一定要去完成 到时候你们再把我从里面救出来 不就好了 虽然此时此刻他自己说这话时 后背的寒毛都开始竖了起来 毕竟这可不是单单地去完成这件事情那么简单 这可是要在棺材里面待那么久 而且要和死人共处在一具棺材里面啊 这样的事情 虽然他不信那些封建迷信 但是也还是非常害怕的 见着唐年的态度如此坚决 自己无论如何劝解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 顾灵不由地重重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他从牙缝之中图出来了这四个字 可是到了最后好像也说不出来剩下的话了 翠儿也没有想到唐年的态度竟然会如此坚决 而且还是为了一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心头又不由地开始想起了自家小姐 你和小姐一样 总是世事都想着别人 从来不会为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翠儿眼眸之中也满是无奈 深深地埋下了自己的脑袋 唐年却只是抬起手来对着他微微勾唇一笑 揉了揉他的头发说道 放心好了 我怎么都不会出事的 而且你看我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武功高强的人呢 虽然话是这样说 眼下他虽然这样安慰着别人 已经发毛了 见着他根本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目标 两个人也不再继续劝阻了 我们无论如何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旁 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便轻轻地敲击棺材 我会知道的 翠儿最终也只是想到了这样一个应对的办法 唐年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头 若他们敢反对你不敬的话 我就把他们全部杀光 过灵眼眸之中已经染上了些许的星红 唐年立马上前一步对着他挥了挥手说道 哎呀 哎呀 你别太认真了 好了好了 若是我们一直共处一间房子的话 被人发现肯定会起疑心的 你先出去吧 唐年属然想到了这个 最后便对着顾灵说道 毕竟顾灵好不容易才混了进来 若是被人起了疑心 接下来自己的路可就不好走了 还想着到时候身旁能有顾灵陪伴着自己呢 知道了 若有什么事的话 就让翠儿带话给我 说完以后 顾灵这才小心翼地走到了门前 打开了一条门缝 间外面确实没人 这才出了去 只剩下唐年和翠儿两个人待在卧房之中 我知晓今日夜里的有流程 我先同你讲讲吧 唐年立马轻轻地点点头 翠儿便坐在他的身旁 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什么 还要把我给五花大绑起来 唐年增大了同谋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翠儿有些难看地笑了笑 轻轻点头 开口说道 是的呢 毕竟怕离左躲右躲离开棺材嘛 唐年简直快要一口老血喷出来了 那直接把我用迷药给迷晕倒 不是更加省事 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动来动去 而且 这样一来我的害怕也能减少一些 翠儿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 摇了摇头 解释道 这样是不行的 听旁人说 如果把新娘迷晕了的话 是不吉利的事情 所以才 唐年听到她说话 又忍不住再一次翻了右白眼 开口对道 阴婚本来就是不吉利的事情了 还在乎这点干什么 这 这个问题一时之间 倒是把翠儿给问到了 小姐 这我也不知道啊 唐年却只是挥了挥手 立马转移了话题 继续说道 算了算了 你继续说其他的事情吧 这个就暂且跳过 翠儿轻轻点点头 随后又开始说起了别的事情来 殊不知此时此刻 顾林早就已经没有吼在她的门外 而是悄悄地去到了薛府的书房之中 查探起了别的事情来 她好不容易混了进来 可是一个查探事情的好时期 并不能错过了 没想到这薛府的看守人员这么少 顾林没费多大的力气 便溜了进去 第407章 少爷三思 周遭都被壁画遮挡得非常隐秘 只有一点点的光透过窗户照射了进来 幸好顾林的势力还算是比较厉害 不然的话 在这一片漆黑之中 想来也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 或许也是她的运气好 在这段时间里面 薛少爷刚好有事外出了 也没人什么有用留下看守着书房 外面看着那几个 对于顾林来说根本就不在话下 她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 尽量不让自己的脚发出任何的声音 眼下可是最关键的时候 她可不能惊动了任何人 谁知当她再一次抬脚往前走时 突然一个铃铛响了起来 糟糕 男人心中默念 随即以极快的速度 找到了触发铃铛的地方 让她安静了下来 当她刚一气呵成做了这一切以后 便听到耳畔传来了几个陌生的声音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里面好像有什么动静了 没有吧 我看是你天天在这儿白日做梦做傻了吧 不是我认真的 我刚才好像真的听到了什么声音 顾林听到这话时 心都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一动不动 毕竟眼下她好不容易才混进了薛家 若是被人发现赶了出去 那以后还怎么保护唐年 就在她紧绷着心中的那一根线时 另一个人又再一次开口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你觉得门外的那些守卫都是吃屎的吗 再者说了 这薛家连苍蝇都飞不进来一致 还有谁要来这儿 此话一出 顾林一直高高悬挂着那颗心 这才终于坠毁了心窝 幸好这几个人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然的话 自己的计划也不会这么容易得逞 确实也是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谁要来了 两人经过了这样一番对话 以后都安静了下来 不再继续说些什么了 顾林在原地顿了好久以后 这才继续尝试往前走 想来在这书房之中 一定有什么薛家的大秘密 不然的话 薛少爷也不会把这里弄得这么隐蔽 连一丝光都几乎透不进来 顾林一边朝前走着 目光也一边在周遭不停地打亮着 想要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就在他正细细地查看时 突然看到了一叠红色的书卷 竟用如此原色 想来这东西肯定不一般 顾林心里暗暗想着 随后便继续朝着那红色书卷走去 他走到那书卷面前 四周望并没有什么人以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 本以为是什么稀奇的宝贝 没想到这上面所刻画的 全都是一些他根本看不懂的暗闻 男人的眉头高高地皱了皱 先是仔细地在脑海之中 搜寻了一下有关于这些东西的信息 可是搜寻了半天 也没搜寻了什么有关的信息 看来这东西肯定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男人心里暗暗想着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 把上面所写的全都一一刻进了脑海之中 虽然他现在解不出来 但是如果他把这些东西全都记下来时候 再去找尹伯伯他们商讨 肯定会有法子解出来的 虽然总觉得在这个厨房之中 还有其他别的什么东西 但顾林也知道 这毕竟是在别人的底盘 不宜久留 他把东西放回了远处 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书房 谁知当他刚从书房的窗子那边跃了出去 就听得有人开门进了来 今天晚上的事情 都安排妥了吗 顾林竖着耳朵仔细听着 他自然是分别的出来 这便是那薛家少爷的声音 阿烈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应道 放心 少爷 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肯定不会出一点岔子 听到这话以后 薛少爷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骨节分明的五指轻轻摸索在那一件雪灵秀雕上 希望这一次你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他柔声说着 眼神不像平日那般冷恋 竟出现了丝丝旁人看不懂的柔情 一旁的阿烈微微地皱着眉头 也不知道自家主子眼下这样是好还是坏 心中本就知道这是主子的私事 容不得自己插手 可是他好歹跟在薛大少爷这么长一段时间 自是不想看他自甘堕落 他在心里盘旋了片刻 随后开口说道 少爷我知道你都是为了他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小姐他并不领情呢 顾林一直在外面听着两个人的话 心中的疑惑不禁变得越来越浓 他们嘴里所说的那的小姐 到底是谁难道是唐年 当他脑海之中刚想到这句话的时候 眼眸都不由地微微睁大 更加集中精力地听着书房里面两人的对话 阿烈话音刚落 薛大少爷的眼神便在一刻变得冰冷了起来 阿烈自然他知晓这是不开心了 可是薛大少爷的这样 他心中便对此越发担忧 这可是他们计划了那么久的事情 他可不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毁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这样一来 他们这十几年的苦心筹谋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少爷即便会惹你生气 但阿烈还是不得不说 上一次你放过了小姐也就罢了 今日为何还会如此犹豫不决 阿烈亲眼看到薛大少爷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沉 他顿了一顿 鼓起勇气继续说着自己的心中所想 我知道 少爷你可能 当他说到这里时 舒然闭上了嘴巴 随后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但你之所以对小姐有别样的心事 难道不是因为他和大小姐极为相似吗 虽然知道自己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说 果然此话一出 薛大少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发了脾气 一下子拍桌子而起 目光之中绽放着丝丝怒火 你难道忘了 我叫你从此以后都不得提他的名字 男人的语气之中也满是韵怒 眉头高高地调了起来 整个人都带着不悦 阿烈心头微微一颤 随后立马跪在了薛大少爷的面前 阿烈心中自然知晓 也紧记少爷的教诲 可今日之事 还请少爷能够三思 第408章劝阻无效 果然此话一出 薛大少爷眼眸之中的怒气 便变得越来越浓 阿烈心中自然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薛大少爷 堕入着无尽的黑暗之中 即便你会惩罚阿烈 但阿烈也不得不说出所有的事情 他死死咬着牙 继而把心中所想一五一十的全都说得出来 够了 薛大少爷明显被他的这番话给震怒到了 抬起手来狠狠地拍了拍桌 可是阿烈却依旧没有任何想要放弃的心理 平日里的其他事情任由薛大少爷如何去做 他都能够妥善地处理后事 但今日之事绝不能让他有任何的胡来了 他心中自然知晓 若是自己执意要去劝阻的话 并会惹得薛大少爷生气 可 当他刚张了张嘴 郑玉说话时 薛大少爷一记眼刀狠狠地射了过来 今日之事我心中自然有数 不需你多加发言 话不 他扶了扶袖 直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只留下阿烈的一个人跪在原地 在窗外的顾灵自然也是把这一幕给全然听入了耳中 一时之间 眉梢之上不禁染上了些许的疑惑 听着阿烈的意思 薛大少爷一直都想要保护唐年 可是他为何会如此做 唐年和他非亲非故 而且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和谐 一时之间 无数的疑惑涌上心头 让顾灵根本摸不着头脑 就在他以为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书房时 疏然耳畔又听得了一阵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和你若真是为我好 也应当知道我心中想法 薛大少爷最终还是回到了阿烈跪着的地方 他和阿烈也算是相处 这么久自然多多少少知道他的性子 阿烈这个人也算得尚是非常的执着 果然过了好一会儿 当他重新来到书房时 见他竟然还正正地跪在那里 一动不动 毕竟相处了如此之久 说心中没有任何的情分 那是假的 而且阿烈这些年来也给他处理了非常多的事情 两个人多多少少也算是非常有感情了 你别再执着了 我心已决 无论你怎么劝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 你应该也知道 薛少爷难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这些阿烈心中怎么会不明白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 不敢去相信 他和薛少爷好不容易熬过了原先那段最苦难的时光 本以为以后就能好好的 可是 眼下这个事情只要做好了 以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人发现 可是在上一次薛大少爷已经有了别的想法 而在今日又想要改变原先的计划 阿烈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薛大少爷 也把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拿去做赌注 阿烈从小便与你一起长大 自然知道少爷的野心勃勃 今日之时 阿烈实在不能 说到这里时 他狠狠地叹了一口气 避过了薛大少爷的目光 眼眸之中满是无奈 此时此刻 他都分辨不出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 自然知道他的雄心壮志 很多事情他心中也是非常清楚 虽然薛大少爷这个人一向不屑于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流露在外边 可是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阿烈如此做 并不是想让少爷为难 只是想让少爷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事到如今 他也只有用这样的方法 让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薛大少爷自然也清楚 阿烈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最终只得轻轻地点点头 薄唇清气 开口说道 好 我知道了 阿烈听到这话以后 眼眸之中的才绽放出一次欣喜 他知道 薛大少爷一定不是那种会被一己私欲或者是情感给冲昏头脑的人 果然经过自己的劝说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阿烈便先下去安排了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少爷记得随时吩咐我 薛大少爷轻轻地点点头 阿烈便想要离开 毕竟今日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顾灵听完了他们这番话以后 心中的疑惑自然是变得越来越深 原本在尹薄薄的嘴里所听到的薛家人 全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可是今日一见 好像也不算是那么回事 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还是因为旁的什么东西 他总觉得自己在薛大少爷和阿烈两个人身上 看到了一种兄弟的情感 这种情感自然不是血浓于水的那种 是那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两个人依旧交情非常好 比如他和蒙测 就在他靠在墙边细细想着的时候 突然一声猫叫在脚下响起 顾灵的心头瞬间颤了一记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书房里面的两人 再也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随后立马把目光朝着这边的方向看过来 薛大少爷和阿烈两个人也瞬间把心提到嗓子眼 开口问道 何人 顾灵听到此话 眼眸微微睁大 随后立马以轻功离开了这里 他以极快的速度逃离这里 殊不知当薛大少爷来到窗边时 却已然看到了他那一个远去的背影 男人的眉头高高的皱了起来 并未说话 而阿烈自然也是看到了 少爷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薛大少爷却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开口说的 这个人对我们来说肯定还有一定的用处 先别打草惊蛇 虽然阿烈此时此刻的想法并不是这个 但是这毕竟是薛大少爷的命令 他不得不听从 最后只得轻轻地点点头 今日你记得安排妥当 阿烈应了一声 随后便离开了书房之中 今天的事情有多么重要了 不需要薛大少爷再三提醒 他自己心中也是有数的 薛大少爷望着顾灵渐渐远去的那一抹背影 心中不禁开始遐想纷纷 看来一切的一切 根本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偶然 而是有人刻意安排 但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他也无从得知 第409章震惊 过灵也已经从书房之中 来到了唐年的卧房门口 他靠在一旁的门上 仔仔细细地想着 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说实话 当他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心里着实是非常震惊的 为何薛大少爷和他所了解的 那个疏然不同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他认认真真去探索 而就在这时 门里 突然有人从外面轻轻地扣了扣门 他只需要是让耳朵仔细听听这节奏 便知道一定是唐年所干的 过灵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 见没人这才推门而入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把门给关上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吗 过灵微微皱了皱眉头 一脸关心地问道 唐年轻轻地点点头 拍了拍自己身旁的椅子 示意他坐下来 顾灵随后便坐在了一旁 而此时此刻 翠儿自然也在他们的周围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等一下会有人来为我舒服打扮 唐年神色严肃地说道 一旁的翠儿立马轻轻地点点头 开口说道 是的 他们做这些的时候 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看 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听到这话以后 顾灵的眉头不由地再一次皱了起来 不知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有人可能会对唐年造成生命危险 顾灵自己把他刚才所说的这番话 给理解了一下 翠儿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严重 此话一出 顾灵的脸色骤然一变 立马上前一步竖着耳朵 仔细地听着翠儿接下来所要说的话 这件事情所知晓的人并不多 按照薛少爷的性子 他可能会在那些人给小姐书席打扮以后 然后便把那些人给杀了 听到说话以后 唐年的神色也变得越发严肃起来 说实话 在他刚刚听着翠儿讲说这些的时候 心头还是有一定害怕的 虽然不知为什么 在他心中总觉得薛少爷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防人之心还是得有的 所以你若是注意到 有什么奇怪的人记得多好 别让别人发现 不然他们可能会连着你一起杀掉 顾灵神色严肃地轻轻点了点头 不过你们也记得要小心卫号 不要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 唐年已经把星提到了嗓子 也自然晓得他所说的这些话 我和翠儿在里面会多加小心的 若是有什么事的话 便以踢倒椅子为信号 你听见出声音 立马赶过来就是 当三人交流好了特定的信号以后 顾灵这才终于离开了卧房之中 果然没过多久 偶便有人在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 翠儿立马上前问道 是薛少爷安排的人吗 外面的人果不其然轻声应了一句 是的 听完此话 翠儿这才转过头去 对着唐年递了一个眼神 然后轻轻地打开了门 我就在旁边候着 你们快快准备吧 那几个看起来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 带着许多的东西上前来了 唐年仔细瞧了瞧 这才发觉他们竟然还带了晚饭 心中不由地暗暗想到 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 仔细一瞧 这还挺丰盛 他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薛大少爷讲了 这一次可有些长途奔波 所以命我们做了上好的菜肴 免得各位在路上饿了肚子 本以为只需唐年一个人吃 可是当那妇人此话一出 翠儿顾灵的脸色微微一变 果然话音刚落 那妇人便对着翠儿和顾灵挥了挥手 少爷说了 你们一路上都得一起跟着自然 也不能饿了肚子 不知为何顾灵心中 总觉得有一股不好的异样 在不停地涌动 可是眼下毕竟是人家已经发了话 如果说他不吃的话 倒更显得有些刻意 他只好抬步朝着卧房走了进来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随后三人便坐在一桌 开始吃起了这饭菜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 整个房间里面的气氛 都变得无比的压抑 因为他们心中都莫名一致地觉得 有些不大对劲 直到吃完了饭菜以后 顾灵和翠儿这才回到了 方才他们所在的位置 顾灵仔细感受了一下 发觉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才渐渐地放下了心来 小姐姐先好好地坐在这儿 我们即刻便为你熟悉打扮 唐年的心不由地微微颤动了一下 原先在电视剧里面看过类似的场景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 竟然有朝一日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阴婚这种事情原来从很早很早之前 就开始流行了 虽然说大概知道他们会把妆化成什么模样 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睁眼想要瞧瞧 谁知当他刚微微睁开了眼睛 那妇女便一下子按住了他的眼皮 开口说道 咱们有规定 在化妆时可是不能睁开眼睛 看见自己模样的 其实唐年心中本就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他懒得去拆穿他们罢了 不看就不看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看的妆容 看了晚上还睡不着 等待着时间一分秒地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他感觉周围的烛火都点起来了以后 那妇女这才终于给他戴上了头帘儿 此时此刻在一旁目睹了整个妆容的翠儿 脸色已然变得苍白 但他本就是早已知晓这件事情的人 自然会极力压抑住自己内心的震惊 翠儿上前一步 对着众妇女说道 眼下马上就要到时辰了 请你们离开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 那几个妇女脸上的表情 发觉她们脸上并没有任何的恐慌 自己的心头疑惑不由地再一次生了起来 薛大少爷怎么可能会留着她们呢 毕竟死人才是不会说出秘密的 可是等那群妇人离开了薛家 翠儿也没有发现任何杀手前来把她们杀掉 一时之间 心头的疑惑变得越来越浓 这倒是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一直在外面守着的顾灵自然也是如此 总觉得这一切有些不大对劲 可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劲 第410章义无反顾 翠儿一直看着时间等待着及时终于到零 这才站在门口像模像样地说了一句 及时到 一瞬微风透过窗户吹了进来 聊开了唐年的半张头帘 透过镜子 他几乎一眼便看到了自己脸上的妆容 整个人脸惨白得吓人 那画出来的妆活生生就像是死人一般 唐年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简直不敢继续直视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随后翠儿便来到了唐年的身旁 扶起了她 带着她一起往门外走去 在她的手刚碰到唐年的臂膀时 便压低自己的音量 小声地说了一句 小姐别怕 一切都有我和顾灵在 虽然话是如此说 唐年心中怎么可能会一点也不害怕 在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妆容之前还好 在她看见了以后 自己脑子里面就全是那张妆容的模样 顾灵的神色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 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唐年 而此时此刻 薛少爷和阿烈已经候在了门前 到那时自然有人会接应你 我还有事便不便一同前去了 薛少爷对着唐年如此说道 唐年尽量压抑住自己心中的害怕 回答了一句 好 其实仔细想想 他们不跟着自己一同前去也算是好事 这样一来 顾灵下手的机会也会更大 只不过眼下夜风凉凉 一阵一阵的风吹得她骨子发疼 不仅如此 连心都像是结了一层冰霜似的 唐年其实害怕的手指都在发颤 但由于衣角的遮盖 使人看不出来 她什么也看不见 只知道翠儿扶着自己上了一台轿子 随后听耳畔听得翠儿大叫了一声 奇叫 再过片刻 就是自己的身子在轿子里面不停地晃荡着 周遭一直有一股凉风 不停地透过窗户朝着她的身子袭来 冷得她直打哆嗦 或许并不是因为这风太凉 而是因为她实在是太过于害怕了 周遭依稀听得到有些虫子在不停地叫着 可在她听来 那确确实实都是渗得慌 走到半路 突然有人开始吹起了那种迎亲的喇叭来 可是这声音不但没有给唐年带来一丝安慰 反而还让唐年心里越发地觉得害怕了 这东西听起来实在是也太诡异了 过灵一直把自己的警惕心提到了最高 观察朝着四周 生怕出现一丝一毫别的情况 翠儿也在一旁缓缓地走着 余光也时不时地往轿子里的唐年看上一眼 生怕她会出什么意外 但幸好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着平常进行中 此时此刻 薛大少爷和阿烈在一间茅草屋里 一旁的烛火随着风轻轻飘散着 男人抬起手来 拿起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 开口问道 我让你去做的事 你都办得怎么样了 阿烈立马在一旁开口回答道 回少爷的话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一定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虽然这件事情他心里极其地不想要去做 可奈何是薛大少爷的命令 就算他有多么的不想 也值得照常去办 不然的话 到时候薛大少爷一定会生气 他也会跟着自责 即便如此 这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阿烈的心中 却仍旧有些许别的想法 可若小姐知道了这些事情 她该会如何待你 阿烈鼓起了勇气 最终还是从牙缝之中 图出来了这几个字 原本好好的心情 在听到这句话以后 瞬间消失不见了 薛大少爷的脸色 在一瞬变得难看至极 如锅底一般黑 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阿烈 似乎在用眼神责备着他 如为何要破坏如此的气氛 即便阿烈知道会惹少爷生气 可阿烈还是不得不说 他掀起眼皮来 望了一眼薛少爷的脸色 见他那般阴郁 又立马低下了头 我自然知晓 学校也是放不下小姐 可即便你救下了小姐 那也无济于事 他根本就不是他 阿烈见薛少爷为说话 又再一次鼓起勇气 继续说道 一切的一切 只不过是少爷的执念罢了 小姐知晓事情的全部以后 可能会离你而去 即便如此 少爷还是 他为说完 薛大少爷便抬起手来 狠狠地拍了拍桌 神色阴郁地说道 好了别说了 你同我一起长大 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 若你再继续多说别的 我也只能不认你这个人了 听闻此话 阿烈的心头 都不由地微微颤了一记 他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自家少爷的执念 已经到了这样深的地步 事到如今 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不该说的也已经说了 既然薛少爷那样的职业 那他无论说什么 也不会让他改变自己的心意 既然这样 那他只能做到 把后面的事情处理得一干二净 不让任何人所知 小就是他最后能够做的事情了 阿烈知道了 阿烈一字一顿 眼眸之中的是无奈 语气之中也带着丝丝的惋惜 好了 你别再多说 方才我只不过是 如果更新你别太在意 薛少爷看着阿烈 如此失望的神情 最终只能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阿烈自然知道 薛少爷的本性并不坏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经历的太多 让他一时之间有些无所失从 包括自己有的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复仇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到底是因为执念 还是因为这些年来 所经历的这一切 让他们无论时钟都放不下 就在他坐在那里 细细想着的时候 薛少爷突然开口说了话 时机应该差不多已经到了吧 阿烈这才反应过来 差不多已经到了时候了 阿烈马上去安排 少爷请在这里稍等片刻 说完以后 他便立马一个轻弓飞出了屋中 薛少爷听闻此话 嘴角竟然莫名其妙地勾起了一抹缓缓的弧度 心中的那抹期待也变得越来越浓 说实话 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期待 有时候他也会想自己做这一切是不是都是错的 可是即便有这些种种顾虑 但他还是忍不住会去做 第411章突然的杀手 看似所有的一切都按着原计划进行着 可是唐年不知怎的 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他微微地抬手掀起自己的头帘儿 随后撩开窗帘往外面看了一眼 发觉四中一片漆黑 前方也只有一人提了一个小灯 树叶密密麻麻 只有一丝丝的月光透过树叶照射在了大家的身上 可这一点点的月光根本微不足道 让他也不能够看清楚周围的场景 所以说今日只学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他心中还是忍不住的有些害怕 于是他见旁人未注意 抬起手来轻轻地戳了戳 一直跟在他身旁的翠儿 翠儿感觉到了一样 立马抬起头来望向了唐年 所以说方才都已经见到他那惨白的妆容 可是现在在这么漆黑的夜晚里面见到 他这事也是被狠狠地吓了一跳的 他过了片刻之后才终于缓了过来 开口问道 怎么了 小姐 翠儿自然把自己的音量放得很低很低 尽量不让任何人听见 唐年忍不住小伤地说一句 不知道怎么的 我总觉得这周围有些阴森森的 虽然他说的声音极其小 但是卓周遭毕竟也都是薛少爷安排的人 翠儿自然不想要出什么差子 于是马上给他递了个眼神 让他不要继续说下去了 随后转移话题说道 小姐切勿心急 没过多久就会到了 他一边这样说着 还不忘一边抬起手来 轻轻拍了拍唐年的肩 示意他安心 有自己在身旁 不要害怕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唐年心中 怎么可能会一点也不害怕呢 而且卓周遭的气氛 也实在太过于让人觉得恐怖了 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他才不想来到这样 冷不丁丁的地方呢 仔细想想 最终他还是终于把头给缩了进去 待在了轿子之中 周遭安静无比 可时不时的确有一些虫的叫声呢 叫声不但没有让他觉得好一点 反而还让他觉得更加 害怕了 就在他的心里 遐想纷纷的时候 树然发觉一阵风 开始微微地吹了起来 让他忍不住瞬间 打了一个哆嗦 作为一个常年习武的人 顾灵自然是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立马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周遭的情境 大家不经意之间 他的右手已经握住了刀柄 随时准备拔出刀来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 好像都没有什么觉得不对劲 但对顾灵来说 直觉可以算得上是他平日做事的一大准则 毕竟很多时候他都是靠自觉去取胜的 随着风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大 周遭的抬轿人这才感觉到了一丝一样开口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风怎么这么大 好了好了 你闭嘴吧 别再多说什么了 小心 那领头的人说然冷不伶仃地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说到最后半点的时候 又再一次闭上的嘴巴 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他就是害怕那人会把真实的情况泄入给他们 但其实唐年 顾灵和翠儿 他们的心中心里都非常清楚 即便如此 唐年却还是觉得这风有些不太对劲 虽说要是说薛少爷能够操纵风的话 他也是不太信的 但是眼下这场景却不得不让人多想了 最终还是忍不住再一次撩开了头帘而望上了窗外 翠儿立马接收到了他的眼神 自然是晓得唐年此时此刻的心中有些许的担忧 于是便轻轻地对着他摇摇头说道 没事的 别怕 唐年简直不知道翠儿那么小的一个姑娘 怎么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都没有丝毫畏惧的 要是他的话 肯定早就吓得不成样子了 但人家既然都已经这样说了 他也不好继续说些什么 只好轻轻地点点头 开口说道 好吧 眼下看来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有接受他们 大家还在一起往着前方走着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在不久之前就已经有人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就连顾灵也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举动 带头的黑衣人便是阿烈 虽说他找的这些杀手都算得上是非常厉害的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怎么要紧 他不允许决定执行出任何的纰漏 所以必须得亲力亲为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放心呢 他对着身旁的几个人递了一个眼神 他们瞬间便明白过来 几个人相识一望点了点头 在阿烈的一个眼神之下 所有人瞬间奔向了那台轿子 给我上 在他们放弃了隐秘的追踪 奔上来的那一瞬间 顾灵便瞬间知晓大声喊叫了一句 大家小心 有刺客 唐年听到这话以后 瞬间慌了神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薛家的仇人在路上早就安排好了 想要来杀他们的 可是仔细想想 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谁会这样光明正大的来招惹薛家 脑袋不想要了吗 就算薛老爷早就已经不在世了 可是那又怎么样了 薛家依旧能够撑得了一方天下 现在可来不及他多想 外面便响起了刀光火石的声音 想来这时候 外面已经开始打得热火朝天了 翠儿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轿子里 牵着唐年的时候 准备带着他离开 唐年一把抓手了他的手 一边开过问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和顾灵派人来接我们的吗 翠儿脸色非常难看 对着他摇了摇头 随后回答道 不是的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群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听到这话以后 唐年心中的疑惑不禁变得越来越多 这一切的走向都开始从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但是现在这样紧迫的情况 根本来不及他多想别的什么 只要跟着确实一起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着 或许是因为他跑得太过于匆忙的缘故 他身上那些衣服和头上的东西都已然纷纷掉落在了地上 顾灵见着他们离开了这里 心中这才看看输了一口气 毕竟他对于这些人的来历很好奇 第412章有默契 这些人怎么会突然来到这里做出上的事情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看这些人的武功应该都非常的厉害 想来不是什么江湖混混 倒像是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结果 这让他心中不由地变得更加震惊了 这些人看起来训练有素 像是从很久开始就一起训练 非常有默契 根本不需要说任何话 便能明白对方的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 能够做到这么厉害的 就只有从小把他们放在一起训练了 也就是豢养的杀手 周围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有许多抬叫人纷纷逃窜 有些人根本就不会武功 一下子便死在了别人的剑下 顾灵虽然挺想要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们 可是他一人也总不能护着所有人的周全吧 原本以为这些人可能都是薛少爷安排来的 可是眼下发生了这样一处以后 顾灵心中的疑虑不仅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如此见着唐年和翠儿都已经夺远了 他高高一直悬挂着 那个心这才终于坠毁了心屋 只要他们两人走得快 那便好了 这样一来 倒不用他亲自出手就有足够的理由 向薛家解释这一切了 本以为这一场乌龙就即将结束了 那些杀手也渐渐地离开了这里 可谁知就在顾灵准备离开时 便见那些人全部改变了一个位置 朝着唐年所去的方向去了 在那日书房之中 薛少爷就已经让阿烈注意这个男人 没想到他还真的有别的想法 随后他便转过头去 对着身旁的几人说道 无论如何你们也得把小姐给我活捉过来 不然的话全部都给我掉脑袋 那几人听了这话以后 立马朝着那一个方向跑去了 阿烈也自然不会停下脚步 立马朝着他们的同一方向跑去 虽说顾灵离他们很远 并没有听清楚 他们之间到底在交流着什么 可是心里也已经疏然冒出来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看来这一切远远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好 太有危险 顾灵一下子便想到了这个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他立马朝着唐年的那个方向跑去 心中不停地想着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脚下像是生风了一般 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靠 唐年和翠儿也在尽力地奔跑着 想要离开现场 当他们跑了好长一段距离 发觉后面的大多是离他们越来越远以后 这才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唐年抬起手来 扶了扶自己脸上的汗珠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怎么突然就窜出来了 翠儿也是一脸的无奈 他也不认识那些人 自然也就摇头开口说道 这我也不清楚 他们个个都穿着黑衣戴着面纱 根本看不清楚他们的脸 唐年终于逃脱了出来 可是此时此刻 他不但没有感到开心 反而还越来越担忧 毕竟此时顾灵还仍旧在杀敌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翠儿便瞬间看懂了他脸上的情绪 你是担心他吗 唐年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地轻轻点了点头 翠儿上前抬起手来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说道 我看他的武功那么高强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唐年心里怎么有可能放得下来 但此情此景 他也不得不先放下来了 毕竟他和翠儿逃跑的速度 确实是非常的缓慢 翠儿也深知他们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了 于是便对着唐年说道 小姐眼下我们得继续行路了 不然若被人追上来了 可就麻烦了 听闻此话 唐年只能轻轻点头 跟着他一起继续往前面走去 虽说心里一直记挂着顾灵 可眼下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往前走 唐年心里暗暗想到 尹末和傅斯他们应该也在周围吧 或许能够帮助顾灵一臂之力 三人的武功都是十分的高强 若是三人合力 很多人都不在他们的话下 想到这里以后 唐年心中这才终于有了些许的安慰 脚步也不由地跟着翠儿一起加快 可是就在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 唐年突然心里砰砰一跳 随后瞬间停住了脚步 翠儿见此不由地皱眉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小姐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唐年眉头高高的时候 起来开口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虽然确实此事 此刻心里也是害怕得很 但眼下他必须得救姑娘出去 他不能让之前的遗憾 再一次发生在唐年的身上 他不能让自己 再次心里那一种痛苦 没事的 还有我在呢 小姐你不必担忧 随后 又拉着唐年的手机 续往前走去 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但是再怎么说 他们两个也没有 学过武功 自然比不上那些习武之人的速度 没过多久 身后的那群人 就已经慢慢地开始追上他们 即便在这慢慢深夜之中 四周可谓算得上 是伸手不见五指 但对于习武之人来说 这些根本就不在话下 给我继续加快脚步 若是找不到的话 就别想回去了 阿猎在这些的面前全然不同 在薛少爷的面前那般温顺 就是另外有了一幅野蛮的气息 那些人自然知晓阿猎的性子 根本不敢违背他所说的话 立马继续加快脚步 朝着前方走去 唐年一下子便听到了脚步踩过树叶的声音 心提到了嗓子眼 有人来追我们了 翠儿竖着耳朵听了听 这才发觉原来唐年所说的是事实 会不会是你的那些朋友们 翠儿刚说完 唐年便立马摇摇头 好说歹说 他和顾灵他们 也算是相处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的脚步声 自己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这些人明显和顾灵他们的脚步声 全然不同 有危险 唐年把自己的音量放得非常低 眉头也高高地平了起来 翠儿的心跳也不由地开始加快 因为他心中知道 如果真有人追了上来 他们能够躲开的几率很小 第413章树洞 唐年在脑子里面 以及快的速度想了一下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他想了几个可能性 谁后觉得 方才那批杀手追上来的可能性最大 仔细撕利一番 若是他们眼下逃跑 也不一定能够逃得出他们的手掌心 反而还会留下很多痕迹 让他们更加快速地追上来 我们找个地方快点躲起来吧 跑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唐年此话一出 翠儿便立马点了点头 因为这和翠儿所想的也是一样的 两个人尽量放低自己的脚步声 仔细地打量着周遭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在两人细细找着的时候 便见在正前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树洞 他们两人本就瘦弱 应该进得去 可当他们凑近一看 这才发觉立马聚臭无比 不仅如此 一股莫名的腐秀味一瞬间涌入鼻中 可能都委屈委屈你了 小姐 翠儿虽然也实在闻不来这个味道 但是眼下还是保命要紧 虽然唐年在现代也算得上是娇生惯养 从来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 可是现在 可是关键的时候 若是不进去的话 可能连命都会没有 唐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才对着翠儿点了点头 随后捏着自己的鼻子爬了进去 这味道不得不说 实在也太难闻了 唐年有好几次都想要突出来 又被他给活生生给咽了下去 当他刚爬得进去 却见翠儿根本没有想要进来的年头 忍不住给他递了一个眼神 以一种极奇怪的声音说话 你怎么不进来啊 翠儿的脸色有些难看 对着他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 小声地回答道 要是我们两人都在这里的话 太容易被发现了 小姐你想好好地躲在这里 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唐年听闻此话 眼眸不由微微睁大 心中也不由地微微颤动 他从来没有想过 翠儿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 去保护自己 他心中自然是非常不赞同 翠儿为了保护自己 去吸引火力的 不行 唐年的情绪 一下子变得激动了起来 可翠儿却已经转过头去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了 咬了咬牙 捏着自己的鼻子正想爬出来 可发觉自己竟然好巧不巧地 堵塞在了树洞之中 这简直是作孽啊 我上辈子到底是杀人放火了 还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才会让我今生遭遇这样的痛苦啊 唐年简直有些欲哭无泪 周围十分安静 他自然是听得出来 翠儿在朝着那边奔跑的时候 故意发出来了一些声音 此时此刻那群人追踪到不远处 便停了下来 阿猎高高地皱起了自己的眉头 竖着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 还未等他说话 一旁边有人开口说道 我听见了 好像是这个方向 说完以后 他便朝着翠儿跑步的方向指了过去 此时此刻 唐年虽然在树洞之中 但是也能够看清楚 不远处的那一团团 黑漆漆的人影 他的心都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连大气不敢出声 怕那些人发现了他 听到那个人说这话时 阿猎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总觉得这事情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且翠儿早就已经有了逆反之心 原先他便告诉过薛少爷 可是薛少爷炼于他是原先薛小姐的侍从 便迟迟没有对他痛下杀手 翠儿倒也算得上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姑娘 而那的灵儿小姐平日里面口碑虽然非常差 在众人的眼中也是不学无术 骄横跋扈的 可在这今日他的偷偷观察里面 总觉得这灵儿小姐和传闻里面的根本就不一样 今日又恰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翠儿竟然拉着灵儿小姐一起逃跑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 这两个人肯定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单纯 你们先去这个方向搜吧 我待会就来 阿猎在原地想了片刻以后 这才开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那些人自然一刻也不敢耽误 立马朝着那个方向跑去了 唐年的心却一直都没有放下来 总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熟悉 他偏着脑袋细细地想着 可一时半会儿不知怎么的 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就在他细细思虑的时候 突然发觉方才那人的脚步声 好似正朝着自己走来 不对不对不对 唐年的心里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可现在即使他有多么的想要离开这个树洞 也离开不了了 阿猎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一步两步三步 唐年的心里在默默数着阿猎的步数 心跳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快 虽说在这寂静的黑夜之中 还有一些鸟叫和别的一些嘈杂的声音 可是唐年还是害怕至极 生怕那黑衣人已经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所以才朝着这个方向走来 阿猎凭着自己的感觉朝走哪个方向走了几步以后 又再一次肃然停下了脚步 嗨嗨 他故意抬起手来 放在嘴边轻轻地咳了咳 殊不知他这一咳 吓得唐年差点快没了魂 唐年的心跳不由地变得越来越快 即使他再怎么的想要抚平自己的情绪 可是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在他提心吊胆的时候 便将阿猎的脚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唐年这才终于看看舒了一口气 方才一直 刚刚悬挂在心里的那个巨石 也终于坠回了心窝 没发现我就好 没发现我就好 与人的心中暗自窃喜 情绪也终于平稳了许多 眼下等待着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就可以找个合适的时机 想尽办法从这个树洞里面出来 然后再去找找翠儿 谁知当他刚放松下来 耳畔便听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不好意思 我找到你了 此话一出 他的心头瞬间明了 这人到底是谁 这不就是一直在薛少爷旁边的那个 是从阿猎吗 他依稀记得自己原先听到过薛少爷和他的对话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